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闭上眼睛默默许了愿 许完了愿老婆就问我 你许的什么愿呢 我说我希望明年过生日的时候 你能在蜡烛底下给我放个蛋糕 这还不算绝 前天晚上啊 钱包里有1900块 老婆拿过来看 呀 我给你抽个枕吧 我一听我挺高兴的 赶快说 好啊 随后她就拿走了900 虽然呢 他们对我们这么抠门 可对自己还是挺好的 你比如说要是下雨了 老婆要是在外边没有带伞 那你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的身边 否则 她可能会到附近的商场里边躲雨 然后就会顺便地逛上一逛 最后会让你给她买口红啊 买鞋子啊 买包包啊 想到这儿 我的内心就十分的气愤 太过分了啊 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我们要反抗 我们要做真正的男子汉 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和我老婆大吵了一架 吵得是天崩地裂 不可开交 就在我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 突然我就想 我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和女人一半见识呢 何况是我自己的老婆 虽然说结婚以后 没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 没做过一顿饭 但是每天辛辛苦苦操吃这个家 也是不容易 对吧 所以当时我就跟老婆道歉了 我老婆一看 也就原谅我了 立马就把菜头放下 小舅的也把铁棍也就放下 小姨的拽着我这头 我的手也就松开 最主要是我老丈人 哎呀那炸药包也放在地下 你看看 夫妻之间只要啃低头 生活还是蛮和谐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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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哥脱口秀天天把你逗 今天就到这了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